你离专业的魔术师就差这一张 接下来我手里有附红色牌背的扑克牌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张是一张五黑桃 但是这一张五黑桃厉害了 它掌管着整副扑克牌的颜色 首先我们随便的让观众抽选一张牌 三梅花 三梅花是红色的牌背 只要五黑桃碰一下它 红色的牌背会变成蓝色的牌背 没看到 非常非常的神奇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张五黑桃 五黑桃拿手上蓝色的牌背 在这边轻的摩擦一下 试一下再摩擦一下 红色蓝色变成了两张蓝色的卡片 不仅是这样 整副扑克牌拿手上 在这边轻轻的摩擦一下 我会发现整副扑克牌全部变成了蓝色的卡片 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接下来教学时刻 接下来到了这个魔术的教学时刻 我们首先需要准备一张红色和蓝色的特殊牌 那你可以拿红色的扑克牌和蓝色的扑克牌 把它贴在一块用双面胶 都可以制作这些魔术道具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整副扑克牌拿手上 还需要准备一张红色的牌 一张道具牌 一张红色牌和一整副蓝色的扑克牌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扑克牌拿手上 那我们首先把这张道具牌放在最顶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一张放上去 好 那这时候表演的时候呢 给观众正面看 这样交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正面呢 不要打开 打开就露线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顶上第一张牌拿出来 给观众展示说 哎 这是一张五盔套 此时将整叠牌反开来 让观众在里面随机的挑选张牌 比如观众挑选这张五梅花 那你可以说哎 五梅花和五铜银 它轻的摩擦一下呢 就会颜色发生改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一张红色变成这张蓝色 那我们把把这一张底下的这个道具牌呢 往前推一下 做一个间隔 这时候把这张五黑桃再放起来 看到吗 做一个间隔 五黑桃再放起来 放起来之后呢 整个牌在手上 那这时候呢 你把这一张五黑桃和这张道具牌一块拿下 你也可以在这边贴一点双面胶 保证这个魔术没有问题 贴了双面胶也可以 这时候反过来 在这边 牌在这边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呢 你再说摩擦一下 会发现五黑桃的A也变成了另外张牌 此时放在桌面上 整副扑克牌摩擦一下 会发现整副扑克牌 颜色都变了 好了 喜欢看更多精彩魔术 记得关注我魔术飞个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